众所周知,在此前结束的杭州亚运会中,全红禅这个只有16岁的小姑娘首度参加亚运会,居然拿到两个项目的金牌,成为双冠王。这是她既夺得奥运会金牌之后,再度取得非常厉害的成绩。外界都在称赞全红禅非常优秀,令人骄傲,说她是天才一点都不过分。 当年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,全红禅只有14岁而已,而且是在距离奥运会开始之前的几个月才进入国家队,完全是赶鸭子上架。 结果最终却打败各路世界冠军,夺得奥运金牌,还打破世界纪录,令人为之赞叹。 随着全红禅一战成零后,对于很多粉丝很多网友来说,当然期待中国跳水队能够涌现出更加多优秀的人才,将来可以有更多的天才,可以接班全红禅。 而就在最近从媒体报道的消息来看,我们还真的看到了全红禅的接班人,对于周继红这个负责人来说无疑是非常惊喜的消息。 根据媒体的报道,最近全红禅的弟弟全静鹏进入大家的眼帘中,从网络上曝光的视频来看,全静鹏的跳水动作,包括各方面的细节,做得都非常到位飘逸,入水的水花就好像一条小泥丘掉进水里面一样,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水花动作,非常漂亮。 很多人从弟弟的身上看到红姐当年的影子,大家都觉得全静鹏应该一位跳水器材。 从目前来看,尽管全静鹏暂时还没有进入国家队,但是他已经是湛江体校的一名成员,而且在之前广东举办的跳水比赛中,他代表湛江地方队参加比赛,取得不俗的成绩。 这意味着,实际上全静鹏已经进入体系之内,如果将来表现有更好的发挥,周济红随时能够通过省队以及国家队把他征兆入伍,为国家队做出贡献。 看到这一点,相信很多关心全红禅的粉丝都会为之振奋,感叹他们祖传的水花消失术基因确实非常强大。 当然从目前来看,一旦全静鹏将来进入国家队,他是否能够跟随姐姐一起征战明年巴黎奥运会呢? 从年龄上来看,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,因为他的弟弟今年只有12岁到明年只有13岁而已,这个年纪不符合参加奥运会的年龄,这意味着即便全静鹏今年有机会进入国家队,后续基本上没有机会出战巴黎奥运会。 当然,其实根本不用着急,他还如此年轻,如果将来真的有机会进入国家队,即便征战下一季奥运会年龄也非常年轻,大把机会大涨宏图。 关键是他现在先把技术练好,等到将来真的有机会为国争光,相信他肯定能够有更好的表现。